行车记录器普及现在基本上是每台车的标配 不过立委徐晓鑫就爆料 有国军将领的公务车 使用的行车记录器是中国制 我们很多将军的座车 目前的这个行车系录器 也是made in china 国民党立委徐晓鑫质疑 中央喊话不是电子设备都要去红化吗 怎么国防部自家采购的 有疑似贴牌状况 而部分行车记录器有GPS功能 可能外泄行踪外 好一点的机型还能连接手机 直接把画面传上网进营区 如果没有按规定关机 拍到什么都有机会流出去 确实现在商品要全部去红化 不只数量少 价格也相对高 很多台厂撑不下去 要码伯利多销 要码进零件台湾组装 索格罗斯就能标榜台湾制 这些早已都是公开秘密 至少都要三十千起跳 价差大部分都差两三千以上 我没有遇过客人说他一定要不要买中国自己的东西 公下机关采购才会 对此国防部表示使用行车记录器设备都按照通信器材管理要点申请及管制 国际现在已经对各单位安装的行车记录器实施一个全面的调查 那么如果查获有大陆品牌的设备会立即停止使用 那么防渡资安的下期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爆料的光变逆变器路由器也是中国制 国防部后续紧急彻查 你有点名到有被抓到他们才承认 政府要求去红化 国军除了招标要求外 未来验收恐怕得把能拆的都拆开来看 里面是否有任何零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